谈点封神榜十大女高手 第十名龙姬公主 龙姬公主是玉帝的亲女儿 不但长相美丽 而且还法力高强 尤为精通水系法术 总用水法打败火德新军罗轩 就连不可一世的孔雀大名王孔轩 也被龙姬公主轻松砍伤 作为一个身份尊贵的平二代 龙姬公主的法宝简直多到能开店 亲爹玉帝给了物路乾坤王四海平 乾坤针 捆龙锁 亲妈王母刺下二龙剑 鸾飞剑 摇尺百光剑 作为玉皇王母的贴心小名袄 龙姬公主不但武器多 就连坐骑都有俩 青鸾用来飞 神奈用来骑 可以说海陆空齐全 据说连杨简是若珍宝的啸天犬 都是龙姬公主用剩的 说是封神第一白富美也不为过 第九名 打几 打几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妖姬之一 他美若天仙 能歌善舞 被千年九尾狐附身后 还拥有了一身高超的本领 尤其精通魅惑之术 古人称他娇弱九重天仙子 身为凡人的咒王哪里经受得了 刚见面就被迷上 而且随着时间越久 咒王对他的迷恋也就越深 以此 管中窥暴便可知 打几不但魅术高强 本身的实力也非同一般 他曾和江子牙在朝阁搅拂一次手 最后逼得江子牙使出赵幽静克制他 这才略胜一筹 第八名 石姬 石姬的出身和孙悟空一样 都是天际间的临时成精 他修炼数千年法力高强 在封神榜中 能扎不小心使出乾坤弓和镇天剑 一剑射死石姬的弟子碧云童子 石姬气不过 去找哪吒理论 不料哪吒二话不说 非要和石姬动手 结果哪吒动完手才发现 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就逃到乾元山金光洞 召师父太乙真人求救 太乙真人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对石姬出手 石姬使出浑身解数 和太乙真人打成五五开 怎料太乙真人使出本命法宝 九龙神火罩 将石姬稍微飞灰 第七名广寒仙子 广寒仙子就是嫦娥 自从偷吃了后裔的长生药后 嫦娥独自飞升到太阴心的广寒宫 在风神榜中 他曾多次出手 在博弈考变成白兔后 他将白兔带回月宫 相传 西游记中的玉兔 就是博弈考的后代 罗轩流环果公周营时 眼看整个西齐城 就要陷入火海 广寒仙子民风赶至 撒下雾露乾坤网 西齐城内顿时下起 漂泊大雨 随后广寒仙子 用二龙仙剑斩了放火犯流环 又奔螺旋而去 吓得螺旋跌落火里 由此可见 广寒仙子的法力有多么高强 第六名 慈行道人 慈行道人是原始天尊的第九位弟子 也是其门下唯一的女弟子 后来被准提道人 度为佛教四大菩萨之一的观音菩萨 慈行道人曾用清静琉璃瓶 将董天君吸入瓶内 扫课之后 玉静瓶倾倒过来 里面的董天君已经化为浓水 慈行道人的法宝也是十分丰富 比如赐给李静的七宝玲珑塔 简直是制服熊孩子的不二法宝 在西游记里 慈行道人做的坐骑鸡毛吼 仗着主人刺下的紫金灵 硬是打得孙悟空掉头就跑 第五名 吴当圣母 吴当圣母也叫离山老母 他是通天教主四大弟子之一 在万仙镇一战中 吴当圣母听从师尊 通天教主的吩咐提前撤走 成为四仙中唯一生还者 也给结教保留了存活的种子 在西游记中 他曾在四圣 世禅中考验猪八戒 在黄花冠中 指引孙悟空去找皮兰婆菩萨 对付白眼怪 第四名 金灵圣母 金灵圣母是原始天尊的第二弟子 地位神通都仅次于大师兄多宝道人 被称为女贤之首 她拥有法宝 龙虎如意 四象塔 飞尖剑 道行比禅教十二金仙更胜一筹 其巅峰战继位 在万仙镇一战中 一人对战文书 蒲衔和雌行 竟还不落下风 不料被燃灯道人用定海珠偷袭 最终落败身亡 金灵圣母不但自己厉害 她教导徒弟的方法也是一绝 她的徒弟 文重 俞原 本领高强 都曾让江泽衙吃尽苦头 第三名 三肖 我定要下山 去壮烈师兄遗骨 与那仇家 聘给你死我活 小妹 二姐与你一同前往 不畏师兄 报仇雪恨 妄为神仙 三肖 即云肖 穷肖和必肖 他们三人不但本领高强 法宝也是十分厉害 富龙所能捉人 金交俭更是一件杀伐利器 在凤神榜中 金交俭的杀伤力为仙界第二 燃灯道人的梅花路 就丧命在此剑之下 三肖还曾用他攻击老子 不料被老子挥手没收 但三肖最厉害的武器 并不是金交俭 而是先天灵宝 混元金斗 此宝第一次出手 就申请 玉须十二仙 让他们困入九举黄河镇 最终削掉十二仙的顶上三花 灭掉他们的雄中武器 三肖的实力 已经引压同位众人 最终被老子和原始天尊 联手致富 第二名女娲 女娲是中国神话里的创世女神 在封神榜中 女娲被尊称为人祖娘娘 伤潮被灭的原因也仅仅是因为 女娲对咒王不满 而前面所说的每一位女高手 都是在渡女娲娘娘 部下的结束 由此可见 女娲娘娘的实力 必然是十分恐怖的 按照这样讲 女娲排名第一都不为过 但墙中自有墙中手 比女娲更厉害的人 大有人在 第一名 未知 封神榜中高手如云 有实力未知的女娲 也有不服强权的三肖 更有为爱献身的打击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第一名 如果你有自己的见解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解说 解说会和你一起探讨